边开枪边冲锋 从乙军释出的影片中 可以看出部队越来越敢放胆 发动突袭 步枪弹线发烫冒烟 乙军还说发现日前被误杀的 三名人之中其中一人的轿车 轿车跟主人一起被劫持到加萨 就藏在印尼医院的附近 这里的战斗已经稍微缓和下来 因为乙军宣称在北加萨 作战管制OPC 也就是拿下控制权 军事专家认为控制地面 不代表弟弟没有哈马斯的残党 不过乙军没在怕 从坦克车上走下来的 竟然是总理纳坦雅胡 到加萨用行动证明完全掌控 纳坦雅胡慰问官兵的时候 不断把这句战到底挂在嘴边 像是念精神咒语一样 稳定军心很重要 就怕国际呼吁停火的舆论 会影响士气 以军也逐渐转往加萨的中部跟南部 全球过耶旦假期 当地却遭逢开战以来最血腥的周末 以军袭击马加萨奈米营至少造成70死 加上邻近地区的空袭总共上百人罹难 别人庆祝耶旦 他们跌入炼狱 这名加萨男子幸存 但是老婆跟四个孩子 却跟他天然永隔 专家还估算过去七个礼拜以来 加萨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沦为废墟 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回到残破不堪的西法医院 仅剩少数的医护人员还在跟死神抢人 无奈现在能够进入加萨的援助非常有限 约旦只好派出军机空头耶旦物资箱给基督教堂 也是因为当地的天后逐渐好转才能空头 对加萨人来说战争烟消依旧掩盖天日 根本就没有耶旦袭击 提出前送不到 来自哈马斯的耶旦大里 一枚接着一枚飞向以色列南部 火箭从白天发射到夜晚 不过大部分都被铁琼半空拦截 防空系统拦得了火箭 但挡不住以色列国内抗议声浪 台拉维夫国防部门口放了整排沙漏 象征救回加萨人职的时间不够了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示威民众集中炮轰的目标 认识家属在国会喊口号打断纳坦雅胡发言 不只内忧还有外患在北边 以色列终于声称 大众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 真主党会怕以军兵力 但以色列同样不希望开启新战线 两边除了炮弹护轰 也只能隔空叫骂 除了哈马斯和真主党 另一个伊朗撑腰的武装团体 叶门胡塞组织 更在红海攻击船只 周末一艘和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就遭到无人机破坏 美国指控无人机来自伊朗 不少航运公司决定避开 红海航线 美国迅速宣布成立多国合作 红海护航联盟 所有外患几乎都和伊朗有关 以军甚至主动空袭叙利亚 大马士革 炸死一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降临 以色列敢主动出击 因为有美国照 但是 美国无条件护着以色列 却很难给国民一个交代 全美天天都有挺巴勒斯坦游行 以色列知道加萨两万平民死亡影响外界观感 因此还特别拍英文宣传片 声称用地图系统精准预告 即将攻击的范围 并通知撤离 但以色列所谓善意 加萨人根本没感受到 不止一次 以色列对指定避难地点 投下炸弹 战争仇恨扩散全球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耶诞杰文告 大篇幅谈以色列加萨战争 呼吁和平停战 也祈祷人职 平安回家 不过教宗苦苦劝告 恐怕难动摇 哈马斯和以色列 TVBS新闻众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